没想到许昕和姚燕的爱情也这么全面 青梅竹马彼此初恋双向奔赴 所有形容爱情的美好词汇 全都在她和姚燕身上去笑话了 本以为在巴黎奥运会棍双决赛结束后 刘宇晨向黄雅琼求婚就已经是顶级浪漫 没想到许昕在感情和浪漫这方面 也绝对是纯情大芒一美 2003年13岁的许昕和15岁的姚燕 一同踏入上海队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三年后他们携手进入国家一队 天天一起训练的两人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 最终许昕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和姚燕正是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但当时国平是不允许队员之间谈恋爱的 这就迫使他们两个要么有艺人选择退 要么就选择分手 就是在我打直接冠军之前 她是水平比我高 身价比我低 在国家队可能会影响 然后她就说那她不打 24岁的姚燕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役 结束自己十多年的拼谈生涯 一方面许昕是国家队主任 她还有很多机会去为国争光 另一方面是姚燕本就含着金汤池出声 外祖父母是上海邮电部门的高级工程师 父亲是菲利普公司的高层母亲 也创办了自主公司 选择退役只是牺牲了自己的梦想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的 而许昕也带着女友的期望 成功掌握人川亚运会男单冠军 和苏州市拼赛男双混双冠军 2016年成功进入国际拼联名媛堂 现任亚拼联盟副主席 大家都说许昕最大的幸运 不是拿了奥运冠军 而是娶到了富二代老婆姚燕 不过许昕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姚燕的选择是值得的 要知道许昕9月底跟姚燕表白 12月就买好了 而且房子还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 那年她19岁 在少男少女春心懵懂的名字 给了她的女孩所有的安全感 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不久 许昕就在杨宗伟的演唱会上 玩了一波浪漫 她先是给女友唱起了一次就好 然后大步走向姚燕单膝贵地 向她求婚 我希望我们能够 公布一辈子 我也希望能嫁给我 可以吗 当天有上万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此前还以为许昕精神状态超级 现在才明白她竟是纯情大麻 许昕知道老婆喜欢明明后 她便偷偷帮姚燕买了一张飞机票 正好就坐在偶像的身边 在节目上被主持人问道 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取姚燕时 现在终于理解了 为啥不懂球的胖子 对凡许昕每天嘻嘻哈哈 和初恋双向奔赴事业一直起飞 这样全面美满的人生 能换谁谁能不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